在台中青水港區文化中心的旁邊 有一個叫做台中青水眷區文化園區 這一個人叫這四十二戶 是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後空軍的冠軍 叫做姓義新春 當年這裡有很多外省第二代生活的技藥 所以這裡要經歷做文化園區 其實看起來也沒什麼精力 到底是要做金的還是要做客的呢 青水眷春花園區 願景 願景 應該是說還沒蓋就對了 還沒完成 那天晚上就有開始服務也不知道 欸!這暗公叫也不怕人咧 我們走這一條啊 我們剛剛從涼亭啊 從外面這一條的路上 然後這剛剛不是有個涼亭嗎 走進來這一條有複製的啊 這裡是四十二戶眷村食屋展示 好 好 希望 趕緊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讓我們所有的台灣人都能夠了解 那你 Ashley 這個時候 我所有人都能夠了解 長官 反正我的食屏 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了解 大家看看 你們的天馬上最好